罷韓的熱潮已經夠熱 現在加上葉原汁 是不是在幫忙吹票 男人女人都可能失戀 失戀的過程中最痛的是什麼 就是有人劈腿 像就是韓國瑜在劈腿嘛 去年的剛掃訓 馬上就準備要佈局說 我可以承擔一切責任 準備好為這個中華民國粉身碎苦 他不就是一個劈腿的韓國瑜嗎 那你說高雄市民失戀有錯嗎 沒錯啊 就是有些人當初沒投給他 他上了之後要讓你做做看 或者是要當初投給他 希望他好好做 這些人都失戀了心痛欲絕 所以才站出來嘛 結果韓國瑜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躲在後面 讓他的民政局長教育局長 讓他這一些環保署 幫他去處理 然後他說什麼 教育局長這個真是太噁心了 所以他就發了六點聲明 做什麼感到非常痛心 學校不是提供了選務的一個機關 不能當投票所 要為這些國小學童去著想 奇怪了 今年三月的時候 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補選 裡面就成國小 私假國小 列出了一堆國小這個名單在裡面 那你黨主席在補選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國小就可以出界 三月的時候 台灣疫情還是逐漸控制當中 大家很擔心會不會造成疫情 像其他世界各國一樣大爆發 結果那個時候國小可以出界 現在台灣22天 本土已經確診 反而你跟我講說 我要擔心這些國小的學童 所以不能界 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做的理由更奇怪 他說一個國小裡面 只能出界兩個投票所 裡面只能開兩間教室 那不就是所有的人都擠在這個少部分的地方 造成人蠻為壞 造成更容易的人氣之間的傳染嗎 所以我認為這其實全部都是藉口 包含整個爆韓看板也是一樣 非常的這個鬼扯 凌晨五點半的時候環保局在那邊拆看板 高雄市民什麼時候看過五點半的時候 在那邊拆看板 效率真好 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有高的這個效率 我坦白講 韓國一別的市政 有這麼高的效率的話 現在他不會被罷免 高雄早就發大財了 就是因為韓國平時的事情 根本就沒有在做對作秀 都在忙著這個選舉 四天裡面就有一天都在請假 高雄市民才這麼的憤怒 所以你可以拆得了三個看板 你拆不了每一家 每戶上面掛的紅布條 也拆不了每個人身上 這樣的一個黃布條 這就是高雄的內心 一種非常真實的憤怒 但韓國一堵的是什麼 他其實現在非常陰險 因為他自己本人 你會發現他跟去年比起來 他講話變少了 比較保守 為什麼 他派旁邊那些蝦兵蟹將 什麼葉源氏 還是他那些發言人 那些環保局長 那些出來幫他擋子彈 幫他處理 那些比較誇張的話 誇張一點用他們去做 韓國一自己在那邊裝低調 他故意要去塑造這種形象 而且他現在明顯 就是在干擾整個罷免 正常的進行 什麼意思 你要挺韓 我沒有意見 你就用正當的方式 去說韓國瑜做的好在哪裡 你就那邊一直講說 這個路變平 然後水溝通 燈變亮 一個一個被打臉 所有數據掉出來一看 原本都在做的事情 你說光是用路燈好了 真言說家話 路燈變亮這件事情 變轉LED這件事情 你住在高雄都知道 十幾年前就一直在做了 乘居時間 那個路燈就已經變亮了 水溝疏通的事情 數據一掉出來 韓國瑜沒有做的比較多 所以韓國瑜到底具體做了什麼 愛情摩天輪四月底 說要出來 現在都已經五月四號了 愛情摩天輪又在哪裡 結果他在看板 他又說什麼 我這個立法行政 我就是照這個法律去拆 他自己一月的時候 這個公務決定的公告是說 必須有人檢舉之後 他們申請沒過 先要求你補件 補件沒過先罰錢 罰完錢之後 你要你自己拆 你自己一直不拆 如果你有公共危險 例如說會火災 會掉下來 市政府才強制拆除 所以現在做法是怎麼樣 號稱 不知道是誰 號稱有人檢舉之後 五六個小時 馬上就把布條整個拉下來 這個是擺明了 又用一種威權跟奧布 去干擾高雄的人 正常的去宣傳罷免的權力 所以你真的去釐清 背後的這個來龍去脈之後 你真的是會覺得非常氣憤 韓國瑜 為什麼你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你就乖乖地去面對 你應該會有責任 如果說他今天到議會裡面 他沒有跟高雄市民道歉 面對問他 投票問題 權力問題 不回答 說我用書面去處理 你至少在這個時候 跟高雄市民說一句 不好意思吧 高雄人其實是很容易原諒別人的 你選上之後去選總統 大家不是不能原諒你 你好歹成盡成益的 鞠躬 認錯 道歉 發誓會好好做 而且擺明了 每天準時上班 把市政給做好 你這些態度都拿出來 其實你這個罷免 會不會過很難講 可是你選擇的方式 就是用干擾罷免 不准你掛看板 不准你宣傳 不准你用投票所 原本投票給韓國瑜的 1800個投票所 就減少了600多個 剩下那600多個怎麼生出來 還不知道 還在處理 當初你就是靠著1800個投票 你選上 照理來講 罷免你的這個投票 就應該在1800個投票所 都能夠投 這是一個公平的原則 韓國瑜就開始 市政不做 專門就出這些奧博 這件事情 實際上是非常的痛心 那我相信 其實很多人在選後 就覺得對韓國瑜 已經沒那麼關心 對罷免沒那麼關心 認為是高雄人的事情 但我認為這不只是高雄人 這是全台灣人的事情 這說明了一個政治人物 他剛選上市長之後 完完全全的背離他的這個承諾的時候 應該得到什麼樣的處罰 如果高雄人原諒他 或是其他台灣人原諒他的話 以後政治人物就只會比韓國瑜更誇張 罷免是一個指標性的案件 他證明的是說 以後你當選的不管是什麼樣的立委 市長還是總統也好 你要遵守你的競選承諾 不要說剛選上的時候 就看到別的位置 這個典範 如果能夠透透這次建立下來的話 其實就是高雄一次光榮的勝利